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双线运转的时候 它们互绕执行时切线的速率是多少 我们刚知道了对AB它们运转的过程 A的旋转半径RA等于两边质量M1加M2 分支M2乘以R 这是A旋转半径所占的比例 而B是M1加M2分支M1乘以R 我们在前面我们讨论到了 当A跟B在做双心运动时 A的周期比上B的周期一定是1比1 也就是说双心在互绕旋转的时候 两者的连心线一定是通过直心的位置 所以如果A的旋转半径大 则当A转了一大圈的时候 B则是转了一小圈 可是A跟B它们的连线一定是通过直心 因此两个星球如果在互绕 我们要求它切线速率 因为速率V等于T分之2πR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刚刚所求出来的周期跟半径 来求出切线速率出来 如果我现在我只是要讨论A和B 它们在做双心运动时 两个切线速率比几比几 则A的切线速率比上B的切线速率 因为V等于T分之2πR 所以两边 我们刚刚发现周期是1比1 所以这个1比1 分之2πR 所以左边2π乘以R1 这是A星球的旋转半径 而对B星球它是2πR2 这是B星球的旋转半径 因此2π跟2π约掉 速率比会等于R1比上R2 和半径是成正比 可是我们刚刚A和B R1跟R2两个半径比 我们发现它等于M2比M1 跟质量是成反比的 所以会等于M2比M1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切线速率的数学关系 我们可以找到AB两个星球 它们在做双心运动时 彼此互绕它们的切线速率比 如果我要算它的速率出来 因为我们刚刚再算以A为例子 我刚刚算出来A的周期 TA等于2πR 乘上根号分母是G 乘上M1加M2 而分子则是R 其实对A的周期B的周期都是这个数值 因此A星球的切线速率V等于T分之2πR 所以T分之2πR对T则是A的周期 而对R则是A的旋转半径就是R1 就上面这个RA 因此我们把数字带入 我把2πR1是刚刚的M1加M2 分之M2乘上R 在3周期TA和刚刚TA是这个数值 因此3TA直接导数 乘上2πR分之1 在乘上根号记得直接导回来 所以分母变成R分之G M1加上M2 所以整个化减的结果 这个2π跟这个2π约掉 这个R跟这个R可以直接约掉 所以分子有个M2 分母有个M1加上M2 再乘上根号R分之G 乘上M1加M2 那如果我把这个M1加M2 再乘到根号里面 分子分母还可以再约分 所以外面剩下一个M2 而根号里面 我把M1加M2移进去 移进去变平方 平方跟分子约掉一式 所以分母有一个R 再乘上M1加M2分之G 这是A的数率 而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求出B的数率出来 感谢观看